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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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Tim Murphy 開始之前,我先分享我的信仰背景 我出生在一個紀錄教育家庭裏面 我爸爸媽媽都是紀錄徒 所以我小時候開始已經跟著他們回教會去參加神拜 我記得我小時候都在兒童神拜和青年神拜 都聽過很多聖經故事,背了很多金句 字文都算熟悉聖經 但是我一直以來都不太明白我 我一直以來學過的東西,當中背後的意思 而翻教會都逐漸成為了我日常生活的一個習慣 就好像每天都要吃飯一樣 但是我沒有發覺 翻教會還未成為我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我上到中學之後 我一直保持著這個紀錄翻教會 但是我開始找到另一個翻教會的意義 就是回去跟朋友打球或者打遊戲 而不是去敬拜或者認識神 直到我離開香港之前那個暑假 我就參加了我教會的一個夏令營 就為了在我離開香港之前 跟教會的朋友去留下一個回憶 而確實我在營會裡面的頭兩天都玩得很開心 而忽略了當中的活動背後想帶給我的信息 然後我也記得在夏令營的第二天的報道會裡面 台上的傳導就跟我們分享了一個關於reborn的信息 就是他跟我們說了耶穌基督的復活 以及我們這些基督徒重新的一個信息 他透過這些信息去挑戰我們這些已經相信的信徒 我們是不是已經成為了一個已經得救重新的基督徒 去活出一個基督 耶穌基督希望我們活出的一個生命呢 而我當時聽完這個信息 真的覺得有一種很內疚的情緒 他真的覺得自己一直以來都很對不起上帝 沒有去認真地在這個信仰裡面去認識上帝 或者去跟上帝去親近這樣 而也都在那時候開始 我也藉著這個機會去反思我自己一直以來的信仰 也都明白了耶穌基督為我們 因為Dancey的十字架而是因為神愛世人 所以他差弊他的獨生子來到這個世上去 為我們贖罪為我們而死在十字架上面 而之後在三日後復活 從此之後我就真正這樣接受了這個福音 接受了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 以及承認他為我而死和復活 而我也藉著這個機會下令決心去搞清楚這個信仰 去立志成為一個合格的基督徒 不過當時我也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 因為我剛剛搬到美國 我自己一個人生活都很大的困難和挑戰 例如讀書方面或者適應這裏的環境 以及去認識不同身邊新的人 不過很感恩的就是神都在我生命 在我美國這個生活中都安排了不同的人去照顧我 也都透過《瑪麗福音》 那六章三十四節提醒我就是 不要為自己的生活去擔憂 而是要更多去依靠上帝去把我的生命 安排他去接管 而都很感恩的就是 上帝就在身邊安排了不同人去看顧我的屬靈生命成長 也都帶領我來到Skyward裡面去 他帶領我去進入我屬靈生命去的另一個階段 而我想加入Skyward這個 Skyward包出的原因就是 不單止我覺得Skyward給了一個家的感覺 我身邊的弟兄姊妹都很關注我 我也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而更重要的就是 我在Skyward裡面發覺自己靈命有所成長 就是Skyward是一個很重視我們信徒的門號人生 我也都在裡面有很多得著 令我的屬靈生命進入到另一個階段 所以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去加入Skyward 成為Skyward的Member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的見證 Thank you 謝謝 感谢观看